继续要为大家探讨的是近期网络上的一则传言 说呀胡锦涛的公子胡海丰可能要升官了 从浙江沥水调入北京可能会做民政部的副部长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关于中国政治的一些传言实在是匪夷所思 但是这一条消息听听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道理 想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则传言 这样的一个传言应该是来自于新岛日报 我看到新岛日报上有这么 小元我现在都很吃惊了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这个新岛日报是这么说的 根据他们的这个说法 新年51岁的胡海丰 而历任浙江的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院长 嘉兴市委副书记 在2016年的3月担任嘉兴的市长 2018年7月升任历水市委书记 成为了浙江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书记 目前胡海丰在任职政厅级已经超过10年 也具备了地方的党政经验 回京高升并不意外 那他回京可能就会晋升为中国民政部的副部长 目前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这个说法已经传开 之前其实屡次传出胡海丰去哪里 比如胡海丰被传出会升任西安市委书记 会被升任郑州市委书记 福建省常委及大连市长等等的消息 但是这些传闻呢 在过去都没有实现 这一次胡海丰回到北京 升任民政部的副部长的这个传言 能否属实其实还有待观察 胡海丰是2018年首次当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他2019年出席两会时是拒绝回应 有关他的去向的各种传言 目前胡海丰主政历水已经有6年的时间 历水是位于浙江省的西南部和福建 正好有接壤 也是浙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人口不多 大概也就是不到270万人 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发达 在这么一个地方当关是什么感觉 胡海丰有说过 他说在利水工作特别的充实 也说未来的工作重心是把生态产品进行价值转化 这句话其实我没读明白 到底是什么生态产品进行价值转化 具体怎么转化 那胡海丰在这个利水的政绩 究竟如何评价 以及他回到北京 是不是真的要回到北京 可能要请教一下何平先生 好何平先生 他之前无论是去福建 还是去西洋或者是大林 我觉得都不能说不靠谱 因为他这样一个 第一他的父亲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第二他的资历也算比较完整 对吧 而且在浙江这样一个地方 在贫困地区工作一般来讲都符合习近平的提拔人选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吧 我觉得都不奇怪 最荒谬的是双接班和习敏泽一起双接班 是这个意思吧 对曾经有这样的传言 对呀这点传言还传言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做媒体了 已经没有任何门槛了 而且这个受众比较乐于听自己不懂 但是呢 又是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 所以装模作样的各种骗子 就大型歧视 这也没办法 不仅是中国是这样 海外的英文世界也大体是这样 这个是造成了很多不太了解情话的人的一个戏剧性 好玩 我都 西敏泽接不接班 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呢 双接班 由他和西敏泽接班 那我也是更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个逻辑 是怎么想的 现在假如 这个胡海峰去这个 民政部呢 也不能说他是怎么糟糕 因为呢 他以他的这个资历 去国务院一个 当一个副部长 解决一个级别的问题 等到一点时间之后再去调配也是可能的 各种官场各种可能性 大家都不能讲死 而且胡海峰到现在为止 关于他不好的东西 比较少 最糟糕的就是他在清华大学 搞一个什么项目 涉及到一个国际的 一个系统 他们系统里面有 有什么问题 这个 跟他未必有直接的 或者是关系 但是我觉得他回北京还有另外一个解释 有人就是说照顾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 我们看到了这个胡锦涛先生的这个身体 确实是 很糟糕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去北京当一个职务 实际上是照顾父母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 习近平暂时的考虑 如果胡锦涛去施了 再给他一个更好的职务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他的 老鞋也不会搞成什么挑战 对吧 好 的确啊 说到胡海峰 那么我们之前那是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言 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消息似乎还是 有一些我们就有符合逻辑的地方 那么我们平时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传言 有一些传言明显有逻辑漏洞 有一些暂时看不出破窄 是不是实现 那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好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